全台不少医院都先请护理人员出走巢 行政院日前拍板要替夜班护理人员加薪 但是白班护理人员依旧没有受惠 那么新光医院现在祭出了抢人措施 宣布从十一月份开始 不论是白班或是夜班 轮值三班的护理人员全面加薪1680元 也把新进人员的月薪调升为四万三千六百八十块钱 除了鼓励留任之外 也希望招揽心血加入 两位护理师在走廊推车前准备交班 详细更新每个患者的病况 新冠疫情过后爆出护理人员出走巢 部分大医院照护人力不足 只好关床应对 即便行政院拍板要替夜班护理师加薪 但白班护理师却没被照顾到 新冠医院就决定在政府加薪新制上路前 不论白班还是夜班护理人员 通通都能加薪 工作的环境太混杂 然后而且薪资跟忙碌的程度都已经不成比例了 所以当然就是因为很多人这样子才离职 台北市来话 我们看各大的医学中心来讲 其实护理人员的缺口 大概就是在10到14%左右 可能很多病床就不能开了嘛 护理人员看到说 薪资待遇提高了 三班护病比较入法了 让他比较愿意回到我们医疗的第一现场 护理人力问题迫在眉睫 新旺医院宣布今年11月起 除了轮值300护理人员全面加薪1680元 新进人员的月薪也调升为43,680元 如果明年政府帮医护调薪也会再配合 还有其他医院打算跑在政策前 像国泰跟台湾医院都已经进行试算 明年要帮全院员工加薪 至于长庚医院体系 本来就采定其调薪 明年会维持院内规定 而台大医院属于公职体系 薪资调整全案卫福部规定 已经快要到年底了 会有一些人你的年终假就想要离开 那我想这一波医院的这样的动作 对留任旧的护理师当新人投入 我想多少会有帮助 就盼实际改善就业环境 让这些白衣天使们 能继续为患者在夜里提灯 点亮希望 这也陈寗一干二地 台北报道